曰寶 第一不是有那麼多人 跟他有那麼的機會 一起學習 一起工作 我很有幸地和他读了六年书 我应该是1972年 当我开始读哲学的时候 杨主教第一年入圣神修悦 所以我和他是同班同学 一起读哲学 但他说不是 他升神父比你早 怎会同班 因为他很聪明 我们那时三年哲学 读哲学要三年 杨主教两年读哲学 所以我们读到第三年哲学 他已经开始读神学 同计修院应该做七年的 最后只做了六年同学 因为他读少了一年 他是升神父升了一年 他是一个完全不懂运动的人 他唯一的缺点就是完全不懂运动的人 他是一个不懂运动的 我想这些是书生形 不像我们那样 杨主教试过一次 我们踢足球 他走下来又踢 我们就说 你踢什么 我都不会踢 我守六门 他守六门 他守六门有一个好处 你射到也会进去 因为他不会挡 不进去 就因为你一射中他 一弹回来 他就在那里咋咋跳 一痛 他守六门 各个拍手唱 因为你射中那六门便进去 大家都开心 他又不介意 书机见到我 就说 叫我来这里帮忙 我都不知道帮什么 怎么帮忙 我什么都不行 你都认识我 大家两个兄弟 他就笑笑口 唉 唉 你都知道 我这里只有自己一个人 我都要找个人 跟着一些东西 万一如果有事 都有人知道 他说这句话 其实他就在说他的健康 因为我想在2008年 他开始健康是差一点的 他自己知道也不是那么好 当然又不是好不好 所以他都想多一个人 认识一下明爱 万一他要休息 万一他要退下来 都有人可以跟着 我就是跟他说 一世人两兄弟 我来明爱就不是做事 我都没有这本事 我来就因为两兄弟 你需要一个人帮你手 如果你觉得我可以帮你手 三个月 我来三个月 好像事工一样 如果三个月我做完之后 你说 哎呀 多谢你了 你真是越帮越忙 真是帮忙 不用了 不要客气 告诉我 所以就开始了 2008年9月 我就去了明爱帮实 由2008年一直到他升 父理主教为之 我一直都在明爱 跟他一起做事 主要是帮他 真的帮他手 现在阳主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阳主教是一个想法 很有软件的人 你走一步 他都走了两步三步 所以开会 你看他听人说话 你一直说 一直在思考一些事情 在想法 你问他问题 他立刻一声就给你答案 他对任何的东西都尿而止掌 因为他的命爱已经二十多年 所以任何部门 任何的事 任何的人他都会认 很厉害 他的记忆也很厉害 他的筆是很厉害的 不论中文 英文 你去到的时候一定是 好像老师改决 所以很怕给他 给他改决 你写一篇筆来 是这样的 你有没有看清楚 所以个个不止我 那些同事都很怕 就是要写报告 写写什么给他 当然哪个都好 都一定有改法 因为他的中英文的水准 非常之厉害 一样我不发觉 就是原来他写大字 是漂亮得不得了 他在哪里练字 奇怪 他办公室就没办法练字 他的房间更加没办法练字 这么小的 张床的那些柜 他在哪里练字 都没时间练字 但是现在我们明爱尊上学语 白英旗 专业学校 那个两个校 写的那些中文字 全部是他写的 是他看的 所以他不是多才多矮 唱歌他也可以 你除非不要撩起他铺引 他一开心一撩起他铺引 他就会唱歌给你听 是很好听的 另一样东西就是 煮食 哇 他对饮食 真的 他吃东西是很专的 真的很聪明的 可以这么说 他自己可以下厨做东西 是非常好吃的 他有很多拿手小菜 如果他肯煮给你吃 你真是 舔舔舔舔 你真是 升了主教 你的责任 或者承担你多 他想到此为止 为他的心目中 我就 好了 扶你便扶你 扶你便算 扶你也是帮主教手 所以他没有想要做香港教区主教 他经常说 第一我年纪大 做几年他便要下来 是否找个更适合的人好些 第二他身体健康是越来越差的 他都知道自己身体的问题 毛病 能否做这么久 只有天主知道 第三个压力 做主教 香港主教的压力 好像他说 在教会里面 最孤独的就是主教 没有人 身边没有人 没有人跟你说话 没有人跟你聊天 你有话又不能说给别人听 因为很多东西都比较不方便 可以透露 就算老有记 有些东西都不能说 你说怎样 自己承受 天主都挑选他 背着十字架 虽然他不是甘心情愿 但另一件事就是他的听名 教会要 教宗要 他不想要 但最后他都要 他做完父理主教做助理主教 他就要离开明爱 他说 我就过去教区 这里就交给你和我看 我说 我从初来都告诉你 两兄弟 我帮你手 你不做我怎么做 我做不到 我说真的做不到 他说不怕不怕 做到的 你已经有这么长时间 虽然不是那么聂 真心话 但你都应该可以的 而且我看十六号 我还看着明爱 我不是离开明爱 不过我要多些时间 做教区的东西 我的心 我的人都是明爱 有一个小插曲 我自己后来留意到 在他的房门 有一个名字 不知道这间房是谁 他由开始到现在 是没有换过他的卡片 他门口的房是 香港明爱 杨明张神父教育部长 教育部长 他没有做很久 他做过副总裁 他做过副理主教 助理主教 香港教区主教 他转了四五份职 但他的卡片都没有 都是那个卡片 那个不是卡片 那个是他的心 所以可想而知 他的人不在明爱做 他要负责教区的事 但他一样 都是很容易照顾明爱 到最后 1月2日他召开教区施乐议会 这个会议一定是主教主持 但他是议员 医生不让他出 所以他不能主持 1月2日开完会之后 应该他通知夏主教 就叫夏主教 1月3日早上 就叫知议会的成员 上去医院 和他一起谈教区的事 那你想想他的心 是什么心 他病到这样 他仍然都挂心住教区 他要做的事 他要处理的事 你想想他没有想过死 是没有 他完全是没有想 也没有准备 这样想回头 看一看主教 看一看他的心 他所做的一切 是为了什么 我想这是很好的榜样 给所有神职人愿 或者教友 跟随基督是怎样的一回事 就像耶稣基督一样 走到最后 做完你要做的事 是因为更好 那你想想到最后 看不见 看不见 看不见